週四感恩節當晚 美國總統川普通過視頻 向六大軍種的將士們致謝 川普透露下週開始 將向一線人員發放疫苗 川普當晚還發推文 批評主流媒體造假 不播放他週四的完整講話 週四 美國總統 三軍總司令川普 通過電話會議 向陸海空 太空軍 海軍陸戰隊 以及海岸警衛隊等 六大軍種的軍人們致謝 But today we hope you know that millions of American families are praying in gratitude for the sacrifices you make and the incredible absolutely incredible job you do as president I wanna personally express my profound thank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for your devoted service to our nation our nation is doing very well it's the highest honor of my life to serve as your commander-in-chief 感恩節當天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也在推特上感謝一線工作人員 推文說 我們感謝現役人員 急救人員以及執法人員 感謝他們為捍衛和服務這個偉大國家所做的一切 川普還透露 將從下週開始向一線工作人員發放疫苗 川普隨後舉行新聞發布會 而中國大陸和所謂主流媒體紛紛報導川普總統認輸 首次承認拜選等 完全跟川普的講話背道而馳 週四夜晚 川普發推文說 在祝願軍隊感恩節快樂後 我今天召開了漫長的新聞發布會 我再次意識到假新聞媒體協調一致 是類似發布會的真實消息不能發布出去 我提出的主要觀點是 2020大選被操控了 事實上 我贏了 在記者會上 川普也直言不諱的批評記者 不該對總統不禮貌 白宮發言人麥肯納尼週三表示 川普沒有像往年一樣回佛州過感恩節 而留在華府努力工作 處理疫情等問題 新唐人記者 畢心慈 瑞麗綜合報導 《市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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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